一个城市的家庭 一个乡村的农家 一次Working Holiday 会擦撞出什么精彩有趣的火花呢 城市香巴佬 每集邀请一个家庭 去农庄果园 体验农事生活 并以自己独到的料理 回馈农家朋友 今天我们的主人翁 是一个跨越三代的家族 虽然不是三代同堂 一家人的感情 还是相当融洽呢 奶奶朱宝玉 今年已经67岁 因为儿子在台北工作 目前住宜兰老家的她 还是常常往台北跑 爸爸朱俊逵 今年35岁 从事商品设计的工作 是个从宜兰来到台北打平的上班族 妈妈李肃清 今年35岁 目前在旅行社工作 有着相当丰富的带团经验 姐姐朱以兴今年12岁 弟弟朱祥宇今年8岁 与姐姐是对爱吵嘴的玩伴 这一家人将要去体验 跟平常大不相同的农事生活 先来瞧瞧他们一家人 平常都在做些什么吧 虽然住在宜兰老家 但奶奶可是相当关心在台北的儿孙们 每个月都会抽空来找他们 校口常开的她 常让人猜不出来年纪 问她怎么保养呢 她说 猜油 运动 我每天都会去运动 每天都会去外面走一趟 不然就在家里做手工 我是不然会照顾自己 因为他们都不跟我们一起合作 所以要自己照顾自己 朱爸爸虽然是个忙碌的上班族 但每当妈妈来到台北 他就会把握机会 带他到处走走活动筋骨 而朱妈妈就像家里的康乐骨掌 常常会规划行程 让爸爸休假时带全家出去玩 或是逛逛两个小孩最爱的夜市 对 因为很热 那么又可以买一些乳酿的东西 很多小吃啊 然后又有游戏啊 这什么东西都有 害羞的弟弟跟姐姐 就像小冤家一样 但平时两个人 还是会彼此照应 不让忙碌的爸妈操心 全家人都有爱笑开朗的特质 这应该是遗传自 奶奶笑口常开的人生态度 不过有一件事 却让大家都很担心 像我妈妈她糖尿病过高 买过奇奇怪怪的一些养生药品 但是效果有限 有没有用专门来看 原来奶奶虽然硬朗 却有糖尿病的状况 所以儿子才会尽量 带妈妈出门走走 因为多运动 对糖尿病患者有帮助 那个婆婆在吃东西的部分的话 饮食的话也都非常的养生 你吃我都很小心地吃 我都吃油也都酒 我都菜我都用三个而已 都尽量都是去吃 尽量的老婆生的 也买自己吃的菜 原来这就是这一次 一家人想体验农事生活的原因 而经过爸爸上网调查过后 知道山药是不错的养生食材 于是便决定来个上山采药了 今天难得夫妻两人有机会休假 就带着妈妈去阳明山 体验一下山药的魅力 我们来问问这些城市香巴佬 在出发前准备了什么 我们等一下要出发去阳明山了 我要准备什么东西 想来想去 我还是觉得只有准备钱包就够了 信用卡跟钱包带着就好 那今天第一次听到 阳明山有产山药 今天就带妈妈去看一看 去那边看有什么好的发现 今天老公说要带我去阳明山 我准备了手机 对,我老公都叫我不能穿高跟鞋 我不能穿鞋子 好头痛 就穿我那一种爆纹鞋 对 我现在还要去阳明山 还要去看山药 山药不是都在日本才有而已 阳明山甘有 就叫她来去 看她们准备这么万全 今天一定有好戏看了 台北的冬天总是细雨绵绵 难得今天放晴 现在又正好是山药盛产的季节 三人就开着车 前往阳明山的山药园 究竟这上山采药的任务是否顺利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近在咫尺的山药园却是布满枯叶 奇形怪状的山药又是怎么回事 城市乡巴佬能否完成任务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冬天的台北 难得有灿烂的阳光 把握这样的机会 竹爸爸带着妈妈跟老婆上山咯 虽然在同个地区 阳明山对他们来说 却是既熟悉又陌生 农场主人又是怎样的人呢 刘老板啊 是 是 是 你好 刘盛璇是这次的农场主人 从小家里就在阳明山种植山药 长大后继承这片土地 继续经营山药农场 跟山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刘大哥 可是农委会认可的山药达人哦 今天我给你麻烦你了 这里有山药 山药是种在哪里 山药的时候我这里是乘家 山药种在那边 我带你来去 好 好 好 我说猪爸爸啊 你别着急 通常农家的农作物 不会让你一下就看到的啦 既然是优质农产品 自然得多走几步路了 下去 我在山药 这个老板走啊 这一片老板走不完全滑 我这 един为了 来注意啊 好 现在这个老板要来做 牢很快 对啊 几经颠簸 终于来到山药园 不过这里的景象 也让豬爸爸傻眼了 还真的是满像 乡村农地的感觉 嗯 而且以为这个来的时候 我們上面的那個山藥 應該滿多綠葉 但是我們好像 來的時候好像都哭了 你們知道那個山藥 生在那裡嗎 你說它... 應該是在台土地對不對 是不是這邊 這邊 對,這家 都沒有看到山藥生在那裡 應該是頭髮為分這樣 這樣媽媽又一盤 你們兩個在哪裡 你們百分 因為怎麼說 那個山藥的時候 這是豬 豬的時候 下一個就有山藥 這裡沒有東西 不會生到這裡 看來豬爸爸 與豬媽媽有備而來喔 劉大哥忽然出題 也考不倒 山藥是鼠玉科 多年生 慢性根莖類植物 營養豐富可當主食 也是民間常用的保健食材 山藥栽培 與利用的歷史很早 且分布極廣 遍及熱帶 亞熱帶等地區 在熱帶地區 山藥的生產量 僅次於樹鼠及乾鼠 且營養價值比較高 山藥植株為蟬繞藤本 經常最長可達數十公尺 只要有山坡或是支架 就會爬得不易樂乎 而且會旋轉攀圓 而山藥的葉子 則是沿著慢筋 護生或對生 葉脈很明顯 呈現網撞脈 不同品種的山藥 葉形也不同 在劉大哥的山藥園裡 就可以看到不同形狀的山藥葉子 因為山藥的品種很多種 像我黏綿山以前也種得有幾十種 像這種種就是秘書 秘書的特徵就是蕭圓的 骨頭是骨頭 像這種種叫骨頭 它的骨頭是四角鹽的 所以說兩種的品種都不一樣 不只是葉子形狀不同 不同品種的山藥 連金的長相也不一樣呢 另外在山藥的葉異處 偶爾會有豬芽 呈現圓形或是長形 裡頭儲存著少量的營養物質 可以讓它們在落地之後 長成新的植物體 功能就如同種子一樣 所以稱為鱗魚子 這是植物學上的專有名詞喔 山藥適合栽種在排水良好 PH值接近中性的厚實砂質土壤 由於山藥植株生性強健 既耐旱且較不受土壤評級與否影響 與一般農原異作物比較 管理上相對較為容易 但因為土壤養分的消耗 容易影響品質 所以收成後不適合連續種植 應該以輪作的方式 讓養分得以保持 不過山藥藏在地底下 怎麼知道何時可以採收了呢 原來只要看到金枯葉黃就可以採收了 因為此時的養分都集中到地下的根莖部位 山藥是最美味可口的時候 所以豬爸爸這滿圓的枯葉是因為正直收成其辣 老闆 這個是山藥嗎 這不是山藥 這是靈鱼籽 山藥的稚 像我們這是鹽民鎮山藥 生起來的一半粒而已 它這種靈鱼籽也可以吃 也可以做生 像我以前來說 我就沒有了 我沒有種靈鱼籽 山藥靈鱼籽 就是生長在山藥藤金部位的液芽組織 功能就跟種子一樣 山藥可用靈鱼籽或是快根來繁殖 用靈鱼籽繁殖栽種 需二至三年才能長大 但繁殖倍率很高 生長後能產出更多靈鱼籽做量產 用快筋繁殖時 栽植一年即可採收 收量高但繁殖倍率低 不過快根繁殖法的生長速度 可補足產量問題 所以山藥農現在多選用快筋種植 栽植我們等一下來外面 我給你看 我到底山藥是怎樣生在哪裡 好 來 它現在山藥就是土地 土地的時候 它現在鋪著兩種 我們的工具就是第一 山藥 第一頭 因為它現在在種的時候 你看看這個工的時候 我們就從這裡挖下來 有山藥 像在冰層 這些土地拿來頂樓 放在樓盆 所以有時候去這些土地 照繁殉 原來就連挖山藥 都有學問在的 為了讓土壤能充分得到日曬 挖掘的時候 只能一點一點的挖 有好的土壤才有好的作物嘛 這樣山藥已經就出來了 就看到了嘛 我現在要拿起來 就是嚴重 順便拿起來 還沒回去 喔 拿下去 頭也掛掉了 因為它有稍微掛一個筋 現在拿起來 因為這個山藥就是這樣 這土壤怎麼會這麼多 因為這個工裡面 種草蚵就是 我們這個土裡面 有一個木頭 它木頭的時候 我山藥的時候 它下去撈起來 這個草蚵蓋在上面 像是一個保護膜這樣 所以它蒸起來的時候 就那麼漂亮 請問人 現在山藥鋪起來了 你們知道山藥要吃哪裡嗎 應該是吃這個筋嘛 到底是根還是筋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喔 其實山藥可食用的部分 是地下筋喔 為什麼同樣是長在地底下的作物 我們吃的紅蘿蔔 番薯等是筋根 而山藥 馬鈴薯 芋頭等 卻是筋根呢 地下根與地下筋 都是植物在地面下 膨大的儲存器官 不過因為一般植物的筋 會有結及芽的構造 山藥及馬鈴薯 雖看不出其結的構造 但其表面都散布有芽 或稱之為芽眼 芋頭則可分辨出結及芽 所以它們都是地下筋 而番薯 紅蘿蔔 因不具有結及芽的構造 所以就歸為地下根囉 我們拿山藥 拿到這裡會記得 不可以在頭上拿到尾拿 一定要在中央拿 總之要怎麼拿起來 拿起來像我這樣 這樣就不長了 原來山藥 也是有很多學問在的 豬爸爸對這看似簡單 其實要注意 許多細節的農作物 更有興趣了 這山藥這麼新的 要是怎麼做 其實種山藥的時候 種種苗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人種 山藥也有種 但是要種的時候 一定要生水的 種起來後面才會水的 劉大哥的意思是 山藥栽種 要慎選好的種株 才會有好的收成 因為山藥的品系繁多 這裡看到的山藥形狀 雖然是長條形 不過也有圓形塊狀 或掌形等等 外皮有紅 黃 和 白等色 內層則有白 黃 紅 紫紅等顏色 而台灣較常見的山藥 大多源自於以下幾種 大鼠又稱田鼠 廣泛栽培於非洲 東南亞 中南美洲等 是所有山藥中分布最廣的 長鼠又稱加山藥 原產於大陸較為耐寒 可供藥用 分布於台灣北部 山鼠又稱日本山藥 原產於日本 條鼠又稱紫田鼠 普遍栽培於台灣中部 恆春山藥 原產於台灣恆春半島一帶 基隆山藥 原產於台灣西部山區 及北部丘陵地 老闆 像我們做這個 覺得做油 我們是油 油漆皮為主 發肥放一點點而已 你無論的時候 你煮油 放發肥 我們要修正預定 專須給劉公 産業基金肥的檢測 裡面無農油漳棟 零產流 它發到證書法案 我們才能分配 這就是我們 我們山藥有一個特色 一個過程 所以說 我們山藥 大家在說 山藥安心藥 吃得放心 劉大哥種植的山藥 都會送到 流工農業產銷基金會檢驗 確認沒有農藥殘留 無檢出黃渠毒素等 才會上市販賣給消費者 其實 只要購買時了解來源 或認明具公信力的檢驗標章 就可以吃得健康又安心喔 其實我一直不曉得 山藥跟牛幫要怎麼分 沒有 就在我印象裡面 它們好像都是長在土裡 然後地瓜也都長在土裡 但是都是分不清楚 那進來這邊之後 聽過老闆姐才知道 原來山藥跟地瓜 跟牛幫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小時候印象中的山藥 就是說拔出來的時候 就是像那個什麼地瓜 或是像蚵仔那種的 在地下就直接拿出來 不曉得所有人種起來 就是大家只要藏一藏這樣子 你如果要購山藥 在那裡怎麼購 我認為營養都會走到這裡 你會想買你 不會 我是以為說 因為那個沒什麼東西 就長到尾 它的營養都跑到尾巴來 所以一定是尾部比較好吃 是不是 我當下回答它的時候 我認為山藥是坦顏色 它的那個山藥顏色 越深的話可能代表 然後成熟度越高 越比較甜 你去的時候 山藥一定要熟 夠熟 夠熟的時候好吃 不夠熟的時候 吃到水裡吃菜頭 第一個的時候 先天條件就要熟 第二個的時候就說 我要競調山藥的時候 第一個就要吃 原來山藥除了要熟 也要直 這樣削起來 比較不會浪費食材 另外也要注意 盡量挑捲根需少 銅體積越重越好 我們今天表現不錯 人家準備 不然還要處理一個 比較好的地方 我們來看中藥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俗話說 團結力量大 三人共同出主意闖關 不只可以對山藥 更進一步了解 還能順利到 劉大哥的秘密山藥園 一探究竟囉 秘密山藥園 藏著什麼秘密 種山藥 為什麼會用到水管呢 豬爸爸為何拿起鋤頭拼了 他的腰瘦得了嗎 下段回來揭曉喔 劉大哥帶諸家一行人 前往秘密山藥園 很少有機會徒步養得大道 許多小東西也顯得新鮮有趣 可能日本的經驗可能 不知道是這關政啊 不是 台海啊 全市的 這個就像八爐 這在家裡嗎 對啊 在家裡嗎 對啊 快點 過個馬路 就來到劉大哥的秘密山藥園囉 一走進去 映入眼簾的 就是如隧道般的山藥棚架 我覺得這一邊的話 它看起來比較 比剛剛那邊乾淨 整潔多了啦 而且 那種綠陰的感覺 看起來比較舒服 路比較平 那邊就比較那個 這邊感覺規模比較大一點 感覺還不錯 蠻涼爽的 因為它有整個圍起來 它像這種的 這就叫做修正 山藥骨架起來 椅子那種那種 那就是還沒滑 還沒修正 因為它這種是修正 你知道說這個 很敢說 但是這是廚的 我們在廚的 叫做天高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我之前看的的時候 你看這個天高的時候 都差不多了 你們知道什麼原因嗎 就是要讓它 鑽頭變的 台銀是不是這樣 它控制它 不要生太多 沒有 它變成圓的也不好看 台銀如果排水 順序排好 順序排好 它就是讓水流更均勻的 裝置 下雨的時候 接雨水之類的 這樣子 倒水用的 因為這邊 這個天高來說 它好像飛車路 它就順著這個機 還沒跑到扒進去 把山藥放入塑膠血管內 是為了讓山藥 可以長得更漂亮 除了採收方便 可以提升產量外 還可以讓山藥 長得又急又長 用血管培育的山藥 採收的破損率近乎為零 沒有用血管方式栽培的快根 破損則達35%以上 其實山藥本來的生長方式 並不是這樣的 快根的生長方向 是直立的生長 但因為山藥 往往一長就是一公尺以上 採收的時候 要往下挖比較費工 而且容易挖斷快根 所以後來就改良成 塑膠血管種植法囉 來來請您等一下 請您問問一個問題 你們看的時候 我們搭這個壁跟才肌 有什麼不同 你們知道嗎 那邊的是用竹子嘛 這裡用梯牙還有什麼 可能比較好看吧 那它固定那個藤蔓 會比較多比較茂密 對那在這邊會比較涼爽的感覺 當然鐵是要用 第一原因就是 因為它打起來是我們公園的 我們公園的就是 我現在燈有種酸、燒 日常燒得對 你現在蒸起來是酸油 會比這裡更漂亮 秘密花園的金屬棚架 比剛剛看到用竹片搭的更耐用 而搭拱形棚架的作用 是為了提供山藥生長的空間 有利於枝葉和藤蔓的生長與拓展 葉子有了大片的面積形光合作用 才能製造更多養分 山藥也才會長得更好喔 你知道山藥的時候 什麼幾個種 和什麼時候採收你們知道嗎 我先是五月前的 五月前的 十一月採收的時候 十一月採收 你呢 中秋節採收 中秋節 三月份 應該是過年後就要採 應該才會採收 因為我在想到 因為這樣跟我們台灣的稻米 好像春天的時候是適合播種的 然後大概像稻米也是夏天的時候 大概就收了 應該一般的植物的方式是這個樣子 因為 我們這個姓山藥來說 一個地方一個地方不一樣 因為氣候溫度不同 山藥種植後 大概七到九個月就可以收成 以劉大哥的山藥園為例 因為陽明山天氣比較冷 在清明時節開始種植 到了十一月就可以開始採收了 而台灣野生種的山藥 包括基隆 恆春 三芝 陽明山等不同地區 因為氣候不同 已經各自發展出在地的適應性 因品種地區的不同 產期從九月到隔年的四月都有 而朱爸爸也十分好奇 究竟山藥可不可以在自家栽種呢 老闆 我只要拿回去種植嗎 種植嗎 種植嗎 但是要種植來說 你沒有專業來說 種植可能是植物可以 你如果種植的話 要像我們這個種植這麼大條來說 來要兩年了 因為我想辦山藥帶回去種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在辦公室的陽台 也有種一些蔬菜 那我想把這個也移植到那邊去種種看 把山藥移植到那邊種種看 可是呢 剛剛老闆解釋過後 我們自己種的話 好像也不是那麼簡單 一般人在自家栽種山藥 可能沒辦法像專業的山藥達人 種出來的那麼大那麼漂亮喔 不過今天來到陽明山的山藥農場 算是對山藥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了 眼看天色漸漸暗了 朱爸爸決定開口向劉先生 表明來意囉 老闆 這裡還有很多問題 你這裡的山藥 桃花皮層的 可以啊 你們今天這三個表現也很好 一國就好了 但是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 你要拿回來可以 但是我們自己好 好嗎 好啊 好啊 下去 你們今天來的時候 來我們山藥體驗 你們去的時候 要回去的時候 當時我們男人 總是來打掌嘛 但是一個時候 你們來自己搖 這樣好不好 好啊 來 謝謝 今天大家在各項考驗的表現 算是可圈可點 只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山藥 就算是為了奶奶的健康 也得親手下去挖喔 因為自己挖山藥的感覺很特殊 因為平常很少做這種農業的鍋 這樣子做一做的時候 反正覺得流點汗了 身體會不會比較舒服一點 腰一定很痠 那個櫥頭還真的滿重的 平常很少拿那麼重的東西 山藥的保存方式 若是整支完好未切 只要放置在陰涼通風處 避免陽光直接照射 保存期限就可達三個月 但若已切開或削皮 可用塑膠袋包起來 集出多餘的空氣 將之密封後放置冷凍庫保存 另外專家也建議 山藥買回家後不要先削皮 只要在食用前 將所需的部分切下再削皮即可 因為山藥如果削皮後 沒有立即烹煮會變黑 因此最好削完皮後 浸泡在鹽水或檸檬水裡 可避免氧化變黑喔 OK 趕快過來吧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好啊 好啊 這條不錯喔 漂亮喔 對啊 你也會好 好啊 好啊 我下去沒有回去沒有什麼 但是你們回去之後 沒有要現實 你們要知道如何要保存嗎 是不是我這樣把它放在陰間就好了 不要把他拿在那邊收 這樣可以嗎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喔 我是說先把他削皮拿去冰 拿去冰 拿去冰 這樣也是可以 這樣也可以 為什麼要把他 當作幾十塊保鮮膜封起來 這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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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山藥的時候 削東西… 削東西全你會得色 因為你山藥的東西 就是說 你現在切開之後 它就會暖 就你說切幾十塊 你如果切幾十塊的時候 它會暖幾十塊 那這棵差不多四斤 四斤多少錢 我們計算 你們料呢 我感覺差不多千通貨了 千通貨了 我感覺八百塊 八百塊 八百塊 我算六百塊 六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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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塊是你媽媽這麼近 因為怎麼說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 總是有一個價值 它存這棵五六斤 五六斤 五六斤就五六百塊 但是你買山藥 不可以聽它 只要人品種 一個品種 一個品種 對嗎 它的價值都不一樣 山藥品種眾多 但普遍來說 價格都不算太高 卻具有相當高的營養價值 它含有一種叫 Dialustranin的物質 主要有助腎上腺素 製造荷爾蒙 能夠延緩老化 有助改善腸胃系統 不良情形 還能促進血液循環等 除此之外 還含有皂袋 澱粉酶等二十幾種營養素 而豬爸爸一家最擔憂的 就是豬奶奶的糖尿病問題 山藥的確也能改善 豬奶奶的高血糖喔 因為山藥中的年華成分 是由黏蛋白形成的 黏蛋白能包裹腸內的其他食物 使糖分被緩慢的吸收 這一作用 能抑制飯後血糖急劇上升 同時也可以避免 胰島素分泌過剩 使血糖得到較好調控 另外山藥還含有胰島素分泌 必不可少的鎂和鑫等有效成分 以及維生素B1、B2 能促進血液中葡萄糖的代謝 因此有助於改善糖尿病症狀喔 這山藥很長喔 稍微垂一下 再開後 有剝嗎 因為這個剩椎 它也會得色 因為這個剩椎的時候就剝 白關鍵不一定剝喔 我們這個剝開 這樣剝開 對不對 可以剝成這樣喔 來 試試看 試試看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可以的 好 來 好 來 好 開始耶 你看 對 好大喔 這個就是連液 連液吃到身體不錯 很好 不同種類的山藥 適合不同的烹調方式 可以熟食也可以生吃 不過山藥黏液部分 含有的消化酵素 經高溫烹煮會分解 因此 低溫加熱或生食 才能保留此種營養素喔 老闆 我去 以前去市場買的時候 摸的時候會癢 那為什麼吃你的不會癢 這樣你知道什麼原因嗎 我感覺 可能是品種不一樣吧 品種不一樣 你呢 我是我們人的體質吧 體質 是 因為你去的時候 第一就是說 這個山藥還沒熟的時候 比較好的醬 個人的體質 你剛才說的 騎著說 一個人一個人的醬 跟蝦子一樣 因為我們這個山藥裡面 一個有這個食物鹼 它裡面有一個生粉底 生粉底的時候 它跟蝦子一樣 它會不會醬 我們體質的管理 第一的時候 你如果說 還沒夠熟的山藥 嚇到比較好的 山藥皮中所含的造角素 或黏液裡含的植物鹼 有少數人會因接觸 引起過敏而發養 所以處理山藥時 最好是避免直接接觸 此外 萬一拿山藥手養起來 可別亂抓 這可是會抓到哪 養到哪的喔 第一次生吃這種山藥的感覺 那種口感很難使用 綿綿的 但是又很脆 脆中又帶點綿的感覺 好像 該怎麼講 有一股膠質在嘴巴裡面 一直濃著化不開 但是它咬下去的口感 又是那麼的脆 像水梨一樣 咔的那種 咔的一聲這樣子 咬下去的感覺 它那個有一點 像在咬水梨的 咬水梨的那個口感 然後嘛 它有一種那個什麼 黏黏的齁 在喉嚨很舒服 滿潤口的 那會讓我感覺有一點點 牛奶的感覺 因為它白色的這樣子 今天對三人來說 都是特別的一天 三個人分別都有不同的體驗 而豬家夫妻倆 也順利取得了 親手挖的山藥 劉大哥知道他們的來意後 也傳授了一些 處理山藥的訣竅 可以說是滿載而歸喔 來 劉大哥 感謝你 不客氣 謝謝 謝謝 歡迎你再過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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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 好 再見 慢走 豬家二廚出馬 將有什麼好料上桌呢 面對巨大山藥 豬媽媽有辦法應付嗎 而上網查到的神秘料理 又是什麼 稍帶回來 教你料理山藥小撇步喔 這天 豬奶奶跟豬媽媽 一早就到菜市場 因為家裡將有客人要來 從食材的挑選可就馬虎不得 希望能用美食 來回報山藥達人劉大哥 請他晚上 今天晚上到我家來用餐這樣子 他很高興答應 我們把他送給我們的山藥 做成很多道有關於山藥的主題餐 請那個老闆來吃 讓他感受一下說 他種出來的山藥 我就是上網去看一些菜單 還有就是劉老闆他有跟我講一下 他們私密的 他們平常在怎麼去使用山藥 不同種類的山藥 適合不同的烹調方式 日本山藥口感細滑 比較適合清炒或生吃 台灣山藥口感硬 適合煮湯 但是除了清炒煮湯之外 山藥還能有什麼其他的料理方式呢 這就得靠豬奶奶的經驗 與豬媽媽的巧思囉 家裡的兩大主廚聯手出擊 看來會是值得期待的大餐喔 將變出什麼好料理呢 來去豬家巧巧 食材的準備是挺澎湃的 不過今天重頭戲是山藥喔 豬媽媽沒問題嗎 今天是我第一次料理山藥 因為平常都是婆婆在做 因為那個 上次那個陶雞有說 只要山藥熟了以後 就不會養 對 所以我不會養 滑滑的感覺 對 咕嚕咕嚕的感覺 寶寶 幫忙 幫我用這個 對 那個好了嗎 那個 那個海鮮要怎麼切 海鮮我看你把它切 片的 大片一點的就好了 對 切完山藥以後 它會很容易變黃 因為劉先生在農場的時候有說 我要準備一盆鹽水 把山藥放進去的話 那到時候我們在料理的時候 就會感覺就是 安排得很漂亮這樣子 豬媽媽有用心 將山藥達人的教導聽進去喔 切好的山藥泡在鹽水中 就可以防止氧化變黑喔 兩個主廚同時在一間廚房 展現出良好的默契 一道道的菜 就接連料理出來囉 如果我要煮的 鹿筍 這個山藥是否切片 還是切一角 切四個 切一條一條 一條一條 採山藥交給爸爸 下廚就由這兩位婆婆媽媽負責 因為爸爸的手藝不佳啦 平常會啊 如果有時候他們媽媽 比較晚回來的時候 我們自己吃一些小東西 就是下下水餃 炒炒米之類的 這次山藥大餐的人氣料理 居然會是他 劉大哥下山分享的 獨門山藥美食是什麼 發揮創意的山藥美食 能否打動劉大哥的胃 不要走開 馬上揭曉 菜單上準備了各種佳肴 當然也少不了點心 在小朋友的提議下 增加了一道甜湯 因為要煮西米露 它是甜的 所以會切小丁一點 將山藥切成丁的山藥西米露 雖然是道簡單的甜湯 卻非常受歡迎喔 媽 西米露快吃了嗎 要等一下喔 等他涼 媽 西米露可以吃了嗎 等一下再吃好嗎 母親大人在廚房用工 小朋友乖乖等比較好啦 只是大朋友最好也安分點喔 西米露可以吃了嗎 不要吵喔 老闆快來啊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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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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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沒說完 豬爸爸就中劍啦 山藥西米露 就在颱風尾之後完成囉 為了豬奶奶的健康著想 這西米露特別做得不那麼甜 以免造成它的血糖上升喔 山藥其實有很多的變化 不管是涼拌的啊 還是煮湯啊 都還滿不錯的這樣子 那我喜歡吃那個泰式料理 所以我想要做那個涼拌的山藥 就加一點點的辣椒 還有那個泰式酸辣醬 對 醬子 再把它淋上去就很漂亮了 大餐備齊了各種料理方式 拌炒能增加風味促進食慾 而在冷嗖嗖的天氣裡 需要熱呼呼的山藥排骨湯 來溫暖提味 生食涼拌的方式 則可保留山藥的黏質多糖體 屬於燥乾等抗氧化營養素 不被高溫破壞喔 根據現代多項研究顯示 山藥具有抗氧化 抗發炎 降血糖 降血壓 改善血脂 以及調節女性荷爾蒙等功效 不過山藥含甲量高 腎臟病患應注意適量食用喔 那晚一點我等一下再做一個 我在網路上看到的 私房料理給你們 很漂亮喔 有雞蛋 有芥末 你也吃完料理 雞蛋是熟的還是生的 生的 有雞蛋 有山藥 這道神秘的私房料理是什麼 能夠征服劉大哥的胃嗎 看來答案很快就揭曉囉 劉大哥這時 已經抵達捷運站了 他今天來了呢 我們就抱著 跟他分享交朋友 他感激他的心態 讓他覺得 他送我們這一樣東西呢 其實我們是靈體在心的 等一下 劉老闆他來了 好 你老闆你好 你好 來 請坐 等一下喔 快好了快好了 先坐一下喔 劉大哥準時到來 豬媽媽的私房料理 也在這個關頭完成 無敵海景山藥大餐開動囉 對 山藥伴 來 劉老闆試試看 那天你咬的 滿桌的山藥大餐 搭上豬媽媽的私房料理 山藥飯 味道如何呢 因為它這款是怎樣 吃菜嘛 吃生死 在早上吃飯 吃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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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沒有可以 但是山藥沒有 放在上面 這樣是很好吃 本身喜歡吃日式料 那因為我看到山藥 因為常常在那個 日本美食上面 都有那個山藥泥飯 所以說 我為了這一道 我就上網去找 很特別 那我覺得這一道是我的 秘密武器吧 還有一種你知道嗎 還有一種 還可以創這個 那就是說 你山藥的時候 都在烤箱或微波 都在烤箱 你把它切到一邊一邊 好像烤箱子這樣 對啊 還會烤 有一個香氣出來 洋藥片怎麼吃起來 很香 又香就好 然後撒一點點那個 鹽巴 鹽巴 海鹽這樣 對 因為這麵工 可以自己試試看 對 對 只要烤箱子 你烤箱子 在烤箱子的時候 高波 這孩子要吃洋藥片 吃這個比較健康 對啊 孩子我們這個人 要吃洋藥片 吃這個比較健康 馬鈴薯跟山藥的 營養價值都很高 但若用油炸的方式 變成炸薯條或是薯片 就會讓熱量爆表 所以只要慎選烹調的方式 也可以吃得很健康喔 聽完劉大哥的小撇步 豬爸爸興趣十足 想在多學點 來應付兩個小朋友 老闆 像剛才你說的 像我們台北的烤箱 看後 還有什麼不配搏的廣告 要小朋友回來 不斷搖搖搖 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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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幾排的時候 你會來蒸鮮奶 蒸鮮奶 蒸一點好味 這樣泡泡的時候 也很好吃 什麼現產 什麼水果 鹿雞 什麼水果 對 還蒸鮮 還蒸鮮 還蒸鮮奶 怎麼來時間 大夥坐著吃飯 也聊聊生活經驗 劉大哥也跟豬媽媽 分享他的旅遊經驗 我帶你去旅遊 我帶你去旅遊 大家說要客觀的時候 我帶你去旅遊 你去旅遊 旅遊不去旅遊 對啊 經常去旅遊 你跟蝦鮮奶 當然去旅遊不去 整間就好了 今天老闆你身體不錯 你保養時怎麼會保養 因為我們早上 他流出來 就開始旅遊就早上 晚上吃那個孫子 生物是那麼正常 反正自己煮的山料 帶他去旅遊 然後帶他去旅遊 帶他去旅遊 自己身體多好 身體最好 對啊 山料就是旅遊 這是最好的食材 但是要搖去旅遊 就很辛苦了 但是這是這樣 他說辛苦是怎麼樣 辛苦的時候 就用做吃東西 就開心心裡做了 開心現在做的 因為我們這種時候 第一的時候 也鼓勵自己的健康 第二食材也健康 做起來的時候 心情放得緊張就好了 知道豬爸爸與豬媽媽 隨時注意著母親的健康 劉大哥用生活體認 與他們分享 真正的健康態度 其實不外乎就是多運動 常保愉快的心情 是一個組織人 製造酸油的農家 我們了解 但是我們沒有了解 今天我們製造酸油 跟阿嬤和太太 來製作得很好吃 來配合去 口服就有了 吃起來又對身體健康 今天非常感謝他 其實我還滿感謝他 有老闆的 我們跟他其實也是品水相掛 不是很熟 但其實當阿嬤農場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滿熱心的 吃飯的聊天的時候 還覺得滿愉快 而且跟他我覺得他 算是 雖然是個農夫 但是還滿有內涵的 那他讓我們了解山藥 其實他這是 其實是個很養生的食材 那我覺得劉卿森 他人就是還滿親切的 就像自己的爸爸媽媽媽一樣 那我們也問了他非常多的 不管是 山藥要他們私底下 他們在處理山藥 跟吃山藥的一些食譜 覺得還滿特別的 這樣子 那我覺得學到很多 我們今天帶我去陽明山找這個劉先生 他做人也很誠懇 跟我們說的也都 比較是山藥的好處 在哪裡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也跟他做朋友也很好 後面說 需要山藥的時候 也可以去陽明山去找他 謝謝 劉大哥與朱家仁 這兩個同在台北的陌生人 在一場為了健康的農村體驗 一頓難得的生活分享 彼此都有了珍貴的回憶與收穫 我們會在一起 我們會不會在一起